你們結婚多久 也才應該快兩年吧 戀愛多久 戀愛啊 其實也是一年多 一年多 戀愛一年多你覺得它很好 結果婚後才... 也是一年多就想離了 也不是想離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生活習慣思想觀念 真的是差蠻大的 然後你知道我們的生活是什麼嗎 在家裡面永遠 從我們一起生活在一起開始 永遠就是坐在家裡面 平板電腦跟手機跟電視開著 然後就開始一直滑一直滑一滑 一直到滑完 就我叫他吃飯啊 就這樣子 然後洗澡啦 上床睡覺 我看到他的床也是手機 一直滑一直滑 電腦一直滑一直滑 就是不聊天 完全不聊天 就是不聊天 除非我問他事情 或者是我們正在看電視 我就說那個什麼事情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會跟你講話 他不會找話題聊天 那可不可以請教你 有肌膚之親嗎 當然是有啊 當然是有啊 那不錯啊 不錯啊 那這一點他也會抱怨 為什麼 他一直認為說我不夠愛他 他會覺得是說 這一方面他就會講說 我怎麼都不會主動啊 或者是我怎麼都 應付 就是他認為是沒有愛的表現 他說我怎麼從來都不會 牽著他的手啊 或是抱抱他睡覺之類的 他就會這樣跟我反應過啦 對 但其實我覺得說 他也沒有先問一下他自己 他給人的感覺是什麼 他沒有營造氣氛 他沒有 譬如說 傳統鄉下的男人就是 賣就來了啦 就是完全一點都沒有所謂的 親信 賣就來了啦 你乾淨的 對 對所以你說 你說呢 這個 這個 但是我說實在的 我也是配合啊 我也有是配合啦 你只是配合 因為他也有需求嘛 對啊 是是 那 因為我們講的是淡定 可不可以請教我 太難了啦 黃醫師你的看法是什麼 感受 對啊 因為氣質跟我說 今天要講怎麼處理 婚姻中淡定的問題 我本來也覺得說 根本不能來這一場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情嘛 所以當 夫或妻一方 他有一個情緒波動的時候 另外一方一定會被感受到 怎麼淡定 如果你都感受不到 那個人的情緒 其實你也 不是很在乎他 或是根本就不愛他 所以第一個 夫妻之間要淡定是很難的 就像 而且是環境的因素 我們是在一個家庭的環境 如果你說你今天去寺廟 去教堂 你說能淡定 也是因為那個氣氛給你的 對 好 那即便是和尚 或者是那個神父都不能淡定了 怎麼能要求我們平凡人淡定 這個很難啊 可是我現在有在學習淡定 因為每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 我發現我的孩子有受到傷害 因為他寫日記給我看到 我是一直想請問就是說 請問您老公是之前 跟你結婚之前 他沒有女人多久了 沒有女人 對 因為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六十五歲的男性 甚至六十五歲的男性 他在 如果說他有在 因為他的職業是有在社交的啊 他也不應該跟女性是這樣子的互動 因為我們聽起來 你那個婚姻的這種互動 會讓我們感覺到 您的婚姻很默契 對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很傳統 很默契 他非常傳統 傳統然後有大男人主義的感覺 沒錯 他個性是這樣 可是他先生在追他到跟他結婚 其實他先生是有一個要選要的那種 因為他是個明星嘛 所以他能夠追到他的時候 不動他 不碰他 然後就送房子這些 而且都表示說對他的尊重跟愛 他一開始就有問我說 你會嫁給我嗎 對 我說我當然啦 以結婚前提為交往 對 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 但了解不夠深啦 對 就像老師講的 我們並沒有就是真正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就沒有不了解這個個性方面啦 但是可能也跟他的個性 有非常大的關係 跟他以前的家庭 跟他原來的 因為他本身他老婆是過世嘛 那他以前的可能模式就是這樣 他沒有想到說 我不是傳統的家庭主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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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